今年春节 大家的消费热情是否回归 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春节假期期间 中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 与上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12.2% 比2019年春节假期年均增长12.4% 1月28号 记者来到北京西单商圈 了解店家春节期间经营情况 春节假期开始这个客流 全天一直都处在一个饱和的状态 然后从开餐几乎全天都是在排队翻台等位的状态 西单商圈就是整体的客流都恢复的特别快 春节期间比往年人流量比较大也是 原额也上涨了也是一部分的10%左右 该负责人表示春节前没有预料到客流量这么高 平时感觉今年人感觉不会有那么多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今天人很多 春节期间就是整体上每天排队大概上午就会达到七八十 有可能上百 下午开始也会有可能达到七八十左右 为了促进春节期间消费各店做出不同准备营造节日氛围 我们兔年嘛推出了我们浑色系的一些新年款 尤其是这两款我们品牌都是卖端货的 包括我们店铺的销售额也是比去年的销售额增长了15% 春节期间咱们首先先看门口 我身后这个大兔子 然后因为今年也是兔年 我们餐厅的主题色是橙色 然后这个兔子呢也化成了橙色 新年新气象然后看着也比较喜庆 春节期间电影市场也迎来开门红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截至1月27号 2023年春节党总票房已突破67亿元 截至1月27日晚9点30分 2023年春节党最报票房67.34亿 超过了2022年春节党60.4亿元的总票房成绩 成为了中国银史春节党总票房第二 观银总人次达到1.29亿 较2022年春节党多出1000多万人次 总场次数量达到265.37万 江苏省连续第三年 夺得春节党省份票房冠军 上海北京成都 分别排在2023年春节党城市票房前三名 今年春节也有不少人选择外出游玩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今年春节假期 中国国内旅游出游3.08亿人次 同比增长23.1%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.43亿元 同比增长30% 火热的春节消费市场 为提振全年经济开了个好头 店家负责人也表示了 对新一年的信心和期待 2023年新的一年 希望我们都拥有舒适的生活状态 平安快乐 然后大家美食在桌 亲人在祖 然后开心幸福